我們要注意到最近大陸對台工作有一些的轉變 為什麼呢 第一個現在的它有很重要的 就是全國台灣研究協會 換了一個廈門的 這不是不光是廈門它在北京 那麼現在換了一個新的會長 這個新的會長叫汪 汪義夫 臺灣人 臺南人 他是大陸的臺二代 對 為什麼呢 他的祖籍是臺南 但是因為他的祖上這個曾經考上禁士 所以到大陸做官了 大陸做官以後就開始落籍在榮延 所以這個 但是他有很特別的一點 他曾經在這個習近平當福建省長的時候 他是副省長 所以被視為是習近平的人馬 而且認為說也是習近平在對臺工作上 很重要的一個幕僚 那麼他這個在十二月初的時候 突然之間取代了戴秉國 成為這個全國這個臺灣研究會的會長 這個是一個大陸來講 是一個最高階的對臺的一個研究 跟一個幕僚的這個組織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哪裡 他在這個元旦的這個這個 年底的集會當中 他特別講他說我們的對臺政策是一貫的 就是什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然後後面一句就是我們絕不接受任何人妄議中央的政策 否定過去對臺工作的成果 聽到沒有 換言之像邱毅等在那邊呼應什麼武統論的 可能以後都得要晉升 為什麼 因為從這幾年來武統論對臺灣有沒有嚇到 沒有嚇到 臺灣這個舞蹈跳 馬蹈跑舞蹈跳股市天天漲 哪有嚇到 中共只有他自己的內心 哎呦 臺灣又怎麼樣又緊張了 又怎麼樣 他完全不了解 現在臺灣人民已經有了那個免疫的抗體 所以對於中共的武統 只有讓臺灣人民更看清楚 中共過去統戰的那個假面具 他們會背後操作反萊豬 會背後操作罷免嗎 還有他現在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他說現在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強化臺灣愛國力量 什麼叫愛國力量 愛中國 愛中國 怎麼樣強化 這裡面就就有很大學問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如果他們能夠發動 各種不同的力量 把黃潔罷免掉 會是一個這個統派的大勝利 韓國瑜這個陣營的一個 大的一個成績啊 對不對 所以不能掉以輕心 當然 當然 所以說 而且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我認為韓國瑜很有可能會出來 你說他會在2月6號選舉之前這個跳出來 你想想看 現在在藍營裡面 他的民調 他的這個流量最高嘛 對不對 所以說因為沒有人能夠取代他 那如何來強化這個力量 韓國瑜就有興趣了嘛 強化 怎麼樣強化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國安單位 真的要加把勁 對不對 要像防疫一樣的 要防止這種紅色滲透 他話講這麼清楚 要強化台灣愛中國的力量